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世音 旁边这一尊我们在上一期有讲过 是清代乾隆的石像摩尼 为什么放在这里 是因为想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因为不论是人还是文物 不论是神还是佛 有对比才会有选择 才会有区别 我们才会有美产生 这跟大家去讲的是明代和清代的一个问题 首先看这两尊 一个是佛一个是菩萨 形象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菩萨 观世音 为什么我会说它是观世音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菩萨的顶部 头顶阿弥陀佛 所以说这是观世音的一个象征 再加上它这个是旁边有两万莲花 手上这个姿势 基本上就是能确定它是观世音无疑了 有的人会说它是度母 但这个是学术上的一个讨论 我们在这里就不说太多 那么从一方面来讲的 这两尊佛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大家可以看到 你说这个本身的主尊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说不许讨论它的这个姿势也好 什么也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联伴 这个是明代的联伴 可以看到做的非常精致 非常饱满 非常舒服 但你看清代的联伴已经显得比较生硬 比较程序化的一种东西了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 第二就看我们这个清代 释迦摩尼这个衣服的衣纹 大家可以看到是平行线的 那我们明代的宫廷流金的观音 它的衣纹是做出来像实际上的这个布的褶皱一样 它并不是程序化的 是平行线 它做出了一种实际的这种感觉 那这是非常难得的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区别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我们所造的这个佛像的数目 要求不是那么大 到清代的话会更大 特别到乾隆一朝 为什么乾隆比较浩大喜功 它这个比较喜欢赠送很多的佛像 给蒙藏地区的活佛 因为蒙藏地区是镇江合一 所以活佛也象征了当地的这个政治势力 那所以说呢 在清代就有这么一个习惯 那既然要造这么多 所以就没有办法买每一尊造的那么精 那所以说不如大家就按照一个标准的程序化来做 那所以说这是 可以说是人工的工业化产品 那么这是一个人工的艺术化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清代和明代的一个区别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关事情有一个讲法 是它的这个莲伴 它的莲花很有意思 它莲花一共几朵 一二三朵莲花 这三朵莲花各不一样 一个是花孤朵 一个是正在盛开 还有一个是已经是结果了 莲藕 这象征什么 这象征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造像 它上面也能够产生非常多的智慧 有很多佛的这个智慧在上面 还有包括这个 它这个脚踏连伴 脚上的这个莲花也是非常精美的 它每一个莲花都是三朵 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种时空中 佛和菩萨的这个智慧是永远是一样的 那么在家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这个背部的这个连伴 这个头发雕刻的非常清楚 上面还有点青色的那种感觉 因为是这个佛头青马 我们那个时候习惯在佛头发上 是那种用青丝的感觉 非常舒服 你看它的背面 我们讲仓品一定喜欢把背面 还包括底部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这是大家在博物馆也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里能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种快乐 好的 那感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明大的宫廷溜金观音 和我们之前青大的乾隆石家摩尼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